我发现了一个死的孩子在洗澡 我的天啊 我对不起 他从我出现了 我没有知道 但那是可信的 看看这个视频 的Alexei在她高校的 童谣团队 比较三个月 之前她与生命 警察说 那是出现了孩子的 她应该知道她是生命 医生 我只是来看尿路感染的 19岁女孩阿莱克西的谎言 在医院厕所里 被血型的真相死得粉碎 当清洁工从拉茨桶里 发现那个黑色塑料蛋时 谁能想到 里面竟是一具 刚出生就被掐死的婴儿 这个看似乖巧 却人面受心的触捨 究竟是如何一步步 走向沙子的道路 她那个冷靴的母亲 又扮演了什么角色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揭开 这起骇人听闻的 弃音案的真相 在这件冷清的音乐中 试检结果皆是 新生男婴并无解剖学异常 其肺部和心脏状况良好 但她肺中的空气表明 她曾成功吸入第一口 也是最后一口空气 这个男婴仅有38度大 警方立即意识到 这并非普通的巧合 婴儿的期待 如同被牙齿撕咬般断裂 母亲阿莱克西声称孩子出生时一死 但事件结果却证明了相反的事实 婴儿窒息死亡 究竟是谁应对此负责 这位19岁的女孩背后 隐藏了什么秘密 当医生发现婴儿时 他们立即意识到复苏已无望 她没有心票 无法呼吸 皮肤已成青紫色 完全没有生命迹象 经验丰富的产科医生 对阿莱克西的行为感到愤怒 她只需寻求帮助 并将婴儿交给医舍 情况本会不同 但她却选择了另一个处理方式 随着调查的深入 谜团逐渐解开 阿莱克西特拉维索 是一个19岁的女孩 原本拥有完美的生活 勤奋好学 才华横溢 是学校合唱团的成员 她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 但在这一切光鲜的外表背后 隐藏着无人知晓的深沉秘密 那天看似普通 却在浴室里上演了一出 撼动灵魂的一幕 阿莱克西因后怕让母亲失望 并失去无懈可及的公众形象 而隐瞒了怀孕 当分娩了痛苦变得难以忍受时 阿莱克西锁上了浴室的门 没有人听到她的尖叫或声音 一切发生得太快 当出生的时刻终于来临时 阿莱克西孤生一人 惊恐万分 完全没有为接下来的事情做好准备 心生难移的呼吸 对她来说是个震撼 在恐慌和恐惧中 她做出了一个改变她一生的决定 回头看 所有人都在疑问 为什么阿莱克西要丢弃她的婴儿 为什么她试图掩盖自己的踪迹 阿莱克西特拉维索 来自美国新墨西哥州 阿尔特奇亚小城的19岁女孩 该镇仅约有1.2万居民 尽管镇上人人几乎都能互相识别 但对这位青少年的了解 却少之又少 阿莱克西上高中 是大学拉拉队的一员 也是拉拉队长 她的父母离婚后 阿莱克西和妹妹根据法院命令 和母亲罗莎一起生活 母亲非常严厉 后来罗莎与另一名男子走到了一起 整个家庭开始与继父同住 阿莱克西与母亲的关系相当奇怪 等我们稍后再回到这个话题 看似阿莱克西过着正常的青春期生活 学习 与朋友外出 并与一名学校男生约会了约三年 直到就此事件发生 一期都很正常 2023年1月26日 这名女孩回家后早早上床睡觉 然而她随后因剧烈的腰痛醒来 阿莱克西起床后告诉母亲自己感觉不适 这大约是晚上11点30分 母亲决定带她去医疗中心 他们上了车 前往最急的阿里亚综合医院急诊课 值班医生在检查后担心这可能是尿路感染 可能会发展成更严重的肾脏问题 并建议女孩可能患有肾结石 医生还注意到阿莱克西穿着宽松的衣服 腹部看起来很大 这引起了她的怀疑 医生询问女孩是否可能怀孕 但两人都坚决否认 深测阿莱克西没有性行为 尽管如此 医生决定进行孕解以确保无误 同时为止住女孩的剧痛 给她注射了止痛药 医生怀疑女孩可能在隐瞒什么 阿莱克西穿着宽松的卫衣 拒绝接受检查 然而为了评估腹部和盆腔器官的状况 寻找可能引起疼痛的肾结石 决定进行标准的超声波和CT扫描 大约一小时后 运检结果显示呈阳性 那时阿莱克西正在进行血液检查 医生得知结果后更加担忧 因为在怀孕期间出现这样的症状 可能导致严重的异常 他们等待患者返回 以便进一步检查 单约凌晨1点30分 阿莱克西回来了 当听到测试结果时 他声称这是个误会 不可能是真的 因为他是处子之神 他随后急忙表示自己非常需要去洗手间 并迅速离开 监控录像显示他去了洗手间 几分钟后 母亲罗莎得知消息后 跟随他到洗手间查看是否需要帮助 但女孩拒绝开门 甚至不肯出来见母亲 十分钟后 阿莱克西仍未从洗手间出来 医疗设施的工作人员聚集在洗手间外 要求他开门 并告知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都听到了门内传出的奇怪声音 马桶不断冲水 水龙头不停流出水 女孩不停撕扯纸巾 这一切引起了严重的担忧 母亲和工作人员敦促阿莱克西开门 并告知他们问题所在 但他坚决拒绝 声称不需要帮助 并表示很快就会出来 但继续待在里面 最终 指败医生忍不住去拿钥匙打开了门 打开门后 他们看到了一幅令人震惊的画面 洗手间地板上满是血迹 血迹甚至溅到了墙上 仿佛血肉横飞 即使是经验丰富的医生 也被这恐怖的场景所震惊 显然 这些痕迹曾被试图用纸巾擦拭过 一对纸巾散落在地上和垃圾桶里 工作人员开始询问阿莱克西 发生了什么事 他回答说 自己只是月经来了 用这个解释血迹 但医护人员当然不相信 血量太多了 他猜测女孩在洗手间里流产 但婴儿去了哪里 工作人员检查了洗手间 但未找到婴儿 女孩随后回到了病房 她的母亲对她大发雷霆 愤怒地要求她解释怀孕的事情 并严厉训斥她 而阿莱克西则泣不成声 与此同时 医护人员叫来了值班的清洁工 来清理洗手间 当清洁工进入浴室时 他被大量的血迹震惊了 这是他多年在诊所工作以来 首次遇到如此多的血迹 清洁工开始清理房间 其他工作人员要求他小心 因为他们猜测这里 可能发生了不好的事情 也许是流产 患者在隐瞒事实 清洁工清理了房间 擦拭了墙壁和地板上的血迹 决定清理满满的垃圾桶 但当他提起垃圾桶时 立即意识到有些不对劲 他比平时装门纸巾时要重好多 清洁工叫来了其他工作人员 检查桶内的东西 打开桶后 他们在纸巾和几个垃圾袋下 发现了一个黑色的袋子 在护士打开那个可疑的袋子后 他们发现了一个令人恐惧的发现 一只死去的婴儿 当护士把婴儿的身体拉出来时 他们意识到阿莱克西不仅怀孕了 还在门后独自分娩 另一个细节显得尤为恐怖 婴儿的脸上套着一个垃圾蛋 紧紧贴合着嘴巴和鼻子 仿佛孩子在试图吸入第一口气 医师们猜测 墙上的血迹是阿莱克西首撕胎盘和脐带造成的 然后他可能将它们冲入了马桶 从一开始 阿莱克西就隐瞒了他的怀孕 他在洗手间里的行为导致了大量出血 所以医生在他返回病房后 立即给他提供了帮助 医生随后直接告诉他 在医院洗手间的垃圾桶里 发现了一个死去的婴儿 所有人都认为那是他的孩子 医疗设施的工作人员不得不报警处理 死因被送去进行尸检 警探们需要调查事件的所有细节 采访尸子跟母亲 以及当晚接触过他的所有医护人员 在警探到来之前 始终有成年人在房间内监督着阿莱克西 防止他做出任何愚蠢的驱动 那时的情况已经显示 婴儿是祖月出生 母亲只是通过把他包裹在袋子里将其杀害 这起案件的残酷心震惊了所有人 当阿莱克西和他的母亲被告知他怀孕 并在浴室发现死因时 他仍然继续撒谎 阿莱克西装作听到这些消息 第一次听到的样子 仿佛不是他的孩子 这种行为在年轻罪犯中并不罕见 令人惊讶的是 他实际上非常巧妙地 在整个孕期中隐瞒了自己的情况 穿上宽大的衣服 不露出腹部 他身边的人甚至没有意识到他怀孕 他的母亲罗莎对此感到困惑 甚至他每月都会给女儿买卫生巾 完全不知道即将成为祖母 然而锦他们后来开始怀疑 罗莎并非完全不知情 他可能只是为了看看女儿会继续隐瞒多久 才继续购买卫生用品 在极少数情况下 怀孕确实可以如此不明显 以至于即使是未来的母亲 自己也没有察觉到 然而在阿莱克西的情况下 这种说法令人怀疑 如果你看他最后的照片 特别是在他拉拉队表演时的大肚子 完全不可能他的母亲 男友 老师 同学和其他拉拉队员没有注意到 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与女孩的熟人和朋友交流时 数次提到他可能存在心理健康问题 这可以解释一切 如果一个人神志清楚 完全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怎么可能隐瞒9个月的怀孕 否认医生证实的事实 来到医院 然后在洗手间里分娩 把新生儿扔进垃圾桶 希望不会被发现 然而阿莱克西并不是一个孩子 实际上 她是一个成熟的19岁女孩 她可能因为后怕她严厉的母亲 而走上了这条可怕的道路 但她没有完全意识到 所有的秘密最终都会被揭露 在这些事件发生时 警方已经知道阿莱克西在长期恋爱关系中 约三年 警方与其男友德温费罗交谈 德温在得知阿莱克西住院后 与母亲一同赶到医院 男友声称完全不知道她怀孕 也没有注意到她的肚子变大 只是认为她稍微发胖了 然而她也指出阿莱克西有发育问题 她的臀部变形 需要定期去看脊椎按摩室 以缓解疼痛 女孩时常感到不适 抱怨背部和臀部疼痛 每次都被认为是慢性病症的发作 因此只是去看几只按摩室 谁也没有察觉她的特殊情况 警察们允许阿莱克西在案件细节未明确前回家 令允许她继续学业 女孩回到正常生活中 如同什么事都没发生 她与朋友外出参加学校活动 并与男友约会 阿莱克西和男友甚至参加了 阿尔特奇亚高中的毕业舞会 而调查仍在进行中 由于阿莱克西的年龄 事件的信息被隐瞒 学校无人知晓 但后来关于事件的谣言开始传播 信息迅速扩散到教育机构 每个人都被这个消息证解 阿莱克西的母亲得知此时候非常愤怒 她指责警方和医疗人员违反法律 泄露了她女儿的信息 在与警探的交流中 罗莎表现得非常粗鲁和挑衅 生成是对女儿权力的侵犯 云伦似乎完全不关心女儿做了什么 也不关心孙子的死 在对婴儿的尸检过程中 情况异常复杂 这里检查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彼此等待完成和结果 以确定是否存在犯罪行为 只有这样 州检察官办录事 才能对阿莱克西特拉维所提出指控 并将其逮捕 在调查过程中 警他们多次与当晚在医疗设施工作的人员交谈 并查看了诊所的监控录像 医生、护士和清洁工 向警方请可能详细地澄清了事件的经过 许多被采访者确信阿莱克西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他一得知怀孕被揭露后 就跑去洗手间分娩 试图摆脱婴儿并误导医护人员 但尽管他试图掩抬发生的事情 对于经验丰富的医护人员来说 这一切都太明显 他的计划失败了 阿莱克西从进入医院的那一刻起就嫌得困惑 明显在试图隐瞒什么 他非常不情愿地同意进行超声波 CT扫描 测试和检查 除了阿莱克西的奇怪行为 他的母亲也表现得相当奇怪 热说分娩的女人 本身可能因事件而有些不稳定 他的母亲却对任何事情都爆发出的怒火 当医护人员报告在洗手间发现的情况 并表达他们的怀疑时 女人对女儿和周围的所有人大喊大叫 此时 阿莱克西陷入了类似悔恨的抑郁状态 母亲只注意到旧衣服变小了 但归咎于她的饮食过量 她也使用病因药 但后来证明 女孩在注意到自己肚子变大后 才开始服用这些药 然而已然无效 为了证明分娩的事实 必须找到胎盘 然而医护人员并未找到她 她到底发生了什么病都清楚 工作人员推测她可能被冲下了马桶 也有可能在清洁过程中 被清洁工意外丢弃 在清理过程中 有大量血解和许多血脂精 如果胎盘被她手撕成碎片 可能在这血腥的混乱中未被注意到 当值班医生用钥匙打开洗手间 并把阿莱克西带出来时 她也向调查人员作证 据她说 她对血量感到困惑 很难准确说出有多少血 因为整个洗手间都被血覆盖了 墙壁和地板上到处都是血迹 医生担心女孩可能对自己错了什么 因为她对怀孕的消息非常负面 且非常后怕母亲 与此同时 医生很快得知患者的情况 根据规定 内似症状入院的患者必须进行尿解 以检查怀孕的可能性 这是为了避免孕妇服用可能对胎儿有害的药物 事件发生后 女孩被带回病房 挂上点滴 进行血液检测 结果显示她确实分娩 同时 清洁工发现了垃圾桶里的婴儿 医生注意到 女孩的母亲对她怀孕的消息反应非常不正常 显然 阿莱克西非常后怕她 即使医生已经百分百确认阿莱克西的情况 女孩仍继续争辩并否认 这对于一个成熟的19C拉拉队员来说 是非常奇怪的 阿莱克西后怕告诉过亲自己有性行为 声称人是处女 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许多青少年在这种敏感问题上都后怕父母的责骂 然而对于阿莱克西和她的母亲罗莎而言 情况更为严重 事实无法再被否认时 阿莱克西声称自己在上厕所时突然感到有东西掉出来 但她并不清楚那是什么 她后怕且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于是将且扔进垃圾桶 但没有人相信她的说辞 怎么可能不知道自己在分娩 又怎么可能不认出婴儿的模样 此外 她显然在试图掩盖一切 试图洗掉血迹 并将婴儿的尸体藏在垃圾桶更深处 这一切使她的解释显得完全不可信 起初阿莱克西的母亲罗莎监系女儿确实是流产 认为扔掉胎儿没有什么不对 然而检查婴儿身体的医生向罗莎解释 她的女儿生下了一名健康的足月婴儿 可雷因窒息而死 听到这些后 罗莎愤怒地失去了控制 以至于被要求离开 罗莎在后诊室待了一段时间 冷静下来后又返回 在整个过程中 阿莱克西的亲属们聚集在后诊室里 但没有人询问婴儿的情况 没有人关心她是否还活着 是否安好 甚至没有问她的性别 这种冷漠的反应 连经验丰富的医生也未曾见过 显然 他们唯一关心的是罗莎的看法 阿莱克西只想就不让母亲失望 所有这些迹象表明 罗莎对女儿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医生们也对阿莱克西产后状况感到担忧 问题在于 胎盘不见了 阿莱克西从未透露这个秘密 如果胎盘仍在体内 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情况 可能导致大出血 甚至危机生命 女孩被留在医院接受观察 并被劝说再次见产科医生进行检查 提取胎盘残留物 但在其期间 胎盘始终未被找到 超声波险是奇异不存在 就无一表明阿莱克西已将其处理掉 可能在厕所里 在这段时间内 患者还进行了几次谈话和医生检查 但他仍然对孩子的命运毫不关心 他完全不在意婴儿的去向 或将被埋葬在那里 医生们再次被阿莱克西的冷漠所震惊 医院工作人员也困惑于阿莱克西如何在洗手间如此快速地生下一个相当大的婴儿 而他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这种情况极为罕见 很难想象他在洗手间里进行了什么操作 使得一切发生得如此迅速 与医院工作人员交谈之后 调查人员转向了产妇本人 这并不容易 因为母亲罗莎从一开始就千方百计干扰警探们的行动 警探需要与阿莱克西单独交流 为此警探换上了医护人员的制服 在罗莎不在的情况下随见患者 他告诉他需要尽可能诚实地回答问题 然后重复了一些之前问过的问题 关键的问题是 婴儿出生或是否有呼吸 阿莱克西再次讲述了之前的故事 声称他并不清楚那是什么 但明确表示孩子没有呼吸 因此在他看来 婴儿是死产的 调查人员没能从阿莱克西或他的母亲那里 获得任何有用的信息 法医专家后来报告 婴儿的臍带被完全撕裂 阿莱克西在携手间里没有任何工具来切断臍带 于是他实际上是用手撕开的 组织的状态看起来仿佛是他用牙齿咬断的 两儿胎牌依然找不到 考虑到提前分娩的婴儿 胎牌应该相当大 推测阿莱克西将其撕成小块后冲入了马桶 护士们听到厕所里有多次冲水的声音 超过十几次 事件显示 新生男婴没有解剖异常或明显的身体损伤 出生时心肺功能正常 这并非死产 婴儿的肺部发现了空气 表明他曾经呼吸过 死亡时的估计年龄为怀孕38周 法医专家确定了死婴 男婴实际上是窒息而死 所有的证据都表明 阿莱克西在法律抑郁上是个凶手 2023年5月10日 阿莱克西被指控一起谋杀 以及篡改证据以误导调查 检方认为他的行为中 有明显的预谋成分 在女孩被捕时 她的母亲唯一关心的 是邻居是否看见 以及即将到来的审判 然而在5月16日 阿莱克西在支付了10万美元的保时钦后 被释放 女孩获卷在审判期间 完成高中学业 她的释放条件要求她 晚上7点后必须遵守宵禁 但无需接受软禁 或佩戴GPS交换 她在授权时间内可以自由活动 辩护律师强调 阿莱克西此前没有任何法律问题 或犯罪记录 是一名勤奋的学生和运动员 在学校团队中占有重要位置 并且在合唱团中唱歌 女孩成功通过考试毕业 并计划继续在新墨西哥大学学习 互联网对阿莱克西 结起母亲的攻击日益增加 女孩母亲的行为 受到各方谴责 然而当警方联系她时 这位母亲唯一担心的是 可能对她女儿产生的影响 阿莱克西的审判 定于2024年6月进行 目前 她对所有指控都不认罪 检方计划通过指出 母女俩食言词中的明显谎言 来制定策略 以确定她在怀孕 初期服用了大量药物 其中包括避孕药 后来她开始服用强效止痛药 和减肥产品 辩护方则揭露了 医疗人员工作中的 一系列不规范行为 包括阿莱克西到诊所后 被给予止痛药 这可能导致分娩 并导致婴儿死亡 辩护律师打算利用正些点 将责任转移到医疗人员身上 同时利用信息保密的违反 和阿莱克西光辉的公众形象 为被告争取无罪释放 阿莱克西的男友德文未被指控 这起案件的审判 至今人在进行中 阿莱克西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 亲手扼杀刚出生的婴儿 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 还有你那个冷血的母亲 对孙子的死活毫不关心 只顾着掩盖真相 简直令人作误 这样的畜生 就该被关进监狱 永远不得见天日 各位观众朋友 你们觉得 这对母女该得到什么样的惩罚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请记得点赞并订阅鼠哥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